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的深山里 说是这边有一个神秘的洞械 我们准备进去探秘一下 看到没有 刚进洞口 就发现这个地方好神奇 上面有两层的薄雾 那么其实咱们现在外面是晴空万里无云的 但是刚到这个洞口这里 我们就发现这里有雾 上面一层是白色的雾 然后中间这一层是彩色的雾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好神奇啊 这个洞而且是原生的这个山洞对吧 然后下面他们有几个人在那里拍摄干嘛的 好像是拍视频还是干嘛的 这边沿着这个山洞的这个侧面过来 那么这儿呢也是非常高的这个石墙 不知道这里面曾经是干什么的 这个墙体也是非常的宽 有两米宽的一个墙体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大块的这种石头 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呢 感觉有点像是这个洞口这里垮塌进来的 这里堆积如山的这个石头 那边我们看到了好多的那个灶 过去稍微的看一下是什么灶 是不是古代的时候在里面熬销的还是干嘛 进来的人还蛮多的啊 看到这个洞里边呢都走得非常的光滑 我们看到现在太阳光从这个洞口斜射下来 就像就像一股生命之光对吧 照耀进了这个山洞 然后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竹笋 石笋而不是竹笋 你们看看 那边那个石头笋 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古埃及人的一个形象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山洞里面的这个石笋呢 它都是那种亮色的对吧 但是这边看到有点发黑 那为什么发黑呢 因为这个里面啊 以前是进烟火的 熬销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操作都在这个山洞里面来进行 所以呢 它就把这些这个石头笋啊 有稍微俯视一下 所以就看到 就像是黑色的这种感觉 这边是一个脑子 然后他用手扶着前面的这个什么牙壁一样的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个人靠在他的头上 然后整个后面呢 好像是深背大山的这种感觉啊 这也是体现了咱们现代人的生活不容易是吧 后面都压着这么大的山 啊 不容易不容易 感觉好累啊 这一个石笋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好像是接的一个一个的瓜 一个一个的瓜 然后慢慢的接下来啊 就像这个什么水母一样的 非常的漂亮啊 尤其是那个特别像一个水母 好像是无数个小水母啊 把它堆积成了一个超大型的水母 这一尊石像呢 就像是从地上伸出来了一个老法师的头 头上呢 戴着他们可以施展法术的魔法帽 是不是很像 那边他们有一些人在那拍照 一束光从这个洞外折射进来啊 非常之漂亮 站在那儿呢 有那种光影的一个效果啊 非常的美 人站在那个石头上 有没有目光之城的这种济世感 真的是又好看 又非常的震撼 我也要上去拍照打卡 打起来的